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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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中期繁华的苏州 开始有人举办青楼女子的选美比赛 宁约花榜选秀到了清末 有实力洋场之称的上海 由于开不已久 商业发达的同时娱乐业也成为全国之首 花榜选秀再一次成为全城盛世 举办人将前三名称为状元榜眼探花 而且还衍生出来 以专场取义的五榜和以年长青楼女子为主的夜榜 最后将榜单登报公式 十分热闹 图为上海清末时期 其中一次选出来的十位名记 此照片被命名为是美图 清朝灭亡后 北京的八大胡同在1913年举行了民国首次选秀 为了契合当时推行的西方教育 将之前的状元改称为博士 但评选的方法仍未变化 图为1919年花榜选秀中胜出的两位 才科博士花君 一科博士张金凤 他们不仅被登报宣传 而且还会被授予徽章和证书 从古代至民国时期 青楼中出现了很多传奇女子 清末明初 明记赛金花就是其中之一 她14岁被卖到苏州花船上 一年后被同志七年状元红军纳维三一太 童年便以公式夫人名义出世欧洲四国 后来又有过三次婚姻 其中两位都是高官 民国作家林语堂曾这样评论赛金花 你做过一些一举 于是会有功 上苍总会有眼的 图为赛金花和她的姐妹们 杨翠喜 清末明初的明记 出身于贫苦人家的 她从小被父母送人 7岁开始学艺 14岁就已经在著名青楼登台现场 由于天生丽质 并且唱得也很好 引来许多风流公子哥们都为之疯狂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李淑彤 也就是日后的红义法师 另外庆亲王一筐的儿子在镇 也看中了她 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段之贵 为了八戒在镇 将杨翠喜花重金买下 送给在镇当妾 一次便引发了清末著名的官场 作弊案杨翠喜案 小凤仙 清末明初的明记 武昌起义爆发后 她逃亡至上海 为了吃饭开始学系 后来卖唱时 取一名为小凤仙 1913年在八大胡同落脚 13岁的小凤仙色一双绝 很快就成为明镇京城的明记 后来帮大军阀赛 逃离了袁世凯的控制 并与其产生感情 之后便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图为小凤仙的照片 图为小凤仙的照片 然后要去研究 下来请后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rods